大家好我是大伟 欢迎大家观看道家老汉回春宫 这是一个专属于我们男同志的修炼秘籍 坚持去锻炼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肾气 强壮我们的身体 更可以改善我们局部供血的一个能力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叫做巨象弓 也是道家帮助我们男同志 修行提升肾气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这个动作它主要就是提升我们的肾气 还可以改善我们局部的供血 并且你坚持练这个动作 会发现我们的腿部 我们的腰部以及我们的肩部会变得更加的好 肌肉变得更加的结实 走在路上别人都会感觉你这个人肾气很足 精神力变得更好 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 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看了好了以后就点个赞 这个巨象弓动作不难 但是它的细节很多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 首先我们双腿分开 然后微微的把腿弯曲 大家注意看腿微微的弯曲 同时把腿往内去夹 臀部也收紧 这个动作是连贯的 注意看我的臀部 臀部收紧 臀部收紧以后 你有一个什么呢 向前顶胯的动作 从正面去看 刚开始腿弯曲 臀部只要一收紧 你看臀部只要一收紧 胯一顶 你腿再往内夹 就夹不动了 所以我们要保持什么呢 臀部收紧夹腿 然后你要摸自己的大腿前侧 摸起来 像铁板一样的坚硬 这个时候 你的初始动作就达到了 一定要看一下 检查一下 大腿前侧 臀部 要持续的保持收紧 从侧面看 姿势就是这样 跨往前顶 如果说我松下来是什么样 松下来是这样 软下来了 一定要顶住 顶住了以后 身体微微往后仰 手打开 五指朝上 手打开 然后我们要把小腹往内收 往上收 往内收 往上收 然后往下蹲 再来 收挺 蹲 收挺 注意看 我从侧面看 蹲 收挺 注意看 臀部 放松 臀顶臀 然后往前 好 再来 看 一 往上提的时候 小腹内收 顶上去 二 三 它动作幅度是非常小 但是它这个动作做起来以后 它对于我们的局部的压力很大 它能生成到 刺激到我们局部的功能 刺激帮助我们局部 有更好的一个 充血的一个能力 好 我们就这样 来 你看 慢慢的往下坐 然后起身 一 身体往前顶 二 腿站直 三 我们说腻的方向啊 不仅仅是 坐的时候 这个双腿向内收的腻啊 不能松啊 一定要实际的保持向内 你看向内 臀部夹紧 往前 在这样的腻的情况下 我们往上顶收腹 二 三 然后手摆好 这个手掌向上 五指打开 向上 后背夹紧 就这样去做 一般来说 我们坐上一个 大约要耗时 十到十五秒钟 每天啊 你去坐上一个 十个到二十个左右 坐完以后 一定要感觉啊 我们的腿部 包括我们的臀部 有一种发热的感觉 额头微微出汗啊 身体上面有一种舒畅感 这个时候 这个动作 你就做到位了 如果你坐完以后 你没有这样的感觉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 反复来回的看 找到其中的细节啊 然后自己啊 进行改正 一定要找到相应的感觉 才能证明 你这个动作 做的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啊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 观看 道家老海 还回春宫 我是大伟 谢谢大家